原标题周杰伦携昆灵同游意大利 身将昆灵同成小公主举止投足都是爱1月16日 周杰伦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晒出了一组美照 原来周杰伦又带着昆灵去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旅游了 这次旅行只有周杰伦和昆灵两个人一起去的 并没有带着两个孩子 周杰伦真的是宠妻狂魔在那么忙的工作中 依然能抽出时间陪昆灵一起游玩一起 享受两人世界真的是非常让人羡慕 这次晒出的照片中周杰伦身穿一件黑白相间的外套 戴着黑矿墨镜 看上去非常的酷周杰伦 用手笔着他自己独特的首饰 靠在河边的围墙上 显得非常安逸 其实周杰伦的人气大家都知道 在国内很难自由的在街边玩耍 所以才会选择去往国外旅行周杰伦 还亲自为昆灵拍摄了两张照片 照片中昆灵头戴一顶黑色帽子 身穿一件蓝色格子大衣 加上他精致的面容看上去元气满满 而且一点都不像生过两个孩子一样 昆灵一张也是靠着围墙 还有一张则是坐在围墙上 不过这个围墙还是挺高的 肯定是需要周杰伦抱着他才能坐上去 在这些细节上透着周杰伦对他满满的爱周杰伦 是娱乐圈众出了名的宠妻狂魔 两人也经常的网上秀恩爱 撒狗粮引来网友的羡慕 而且周杰伦和昆灵结婚后一次绯闻都没有闹过 也不像别的明星夫妻 结婚了也只顾着赚钱 而完全忽视了家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